大家早晨 關於昨天完成的立法會換屆選舉 我講三點 首先這次投票的人數創新高 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一直以來特區政府都呼籲大家登記做宣文 到了接近投票日的時候 呼籲大家踴躍出來投票 所以我們見到星期日我們有破紀錄的宣文出來投票 我們是十分高興的 第二點就是由於宣文的人數創新高 因此選管會和各個票站的人員 他們的工作量是特別大 有些時候由於地方比較合責 他們的工作困難的程度是更加大的 我在這裡公開一下感謝選管會和所有票站 和其他和選舉工作有關的人員 包括我們政府同事 他在這個情況下能夠讓選舉有秩序和順利的完成 這個我們應該感謝他們 因為選舉是我們民主進程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當天的選舉的具體安排和有關的行政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感謝他們的努力和付出 第三點我想說說我和特區政府是怎樣看待和新一屆立法會之間的關係 一直以來我們很重視行政機關就是政府和立法會的關係 都希望能夠各自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各施其職 使得我們可以共同為社會為市民服務為大家謀福祉 新一屆立法會有26位第一次任立法會議員的朋友 尤其是很多有幹勁的和年青人 選民都希望給年青人一個機會 讓他們可以展開他們的抱負和理想 我和特區政府的態度就是 我們歡迎這些朋友加入我們立法會的工作 重視和他們的合作關係 我認為在社會上大家有不同的理想和好款是好事來的 只要是符合香港的憲制地位合法的目的合法的手段 我和特區政府都非常願意和整個立法會的70位議員 包括26位新任立法會議員的朋友合作 希望大家能一起為社會做事 我已經和政府的同事 尤其是司長和局長說了 我們盡快和整個立法會包括 尤其是26位新入立法會議員的朋友 大家展開溝通 讓他們多些了解特區政府的工作和整個社會面對的機遇和問題等等 我本人亦都希望在短時間裏面小範圍和政見不同立場的立法會議員 大家多些交換意見 下去的工作亦都應該包括爭取一些機會和安排讓全體的立法會議員去內地 和中央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 還有內地省市的官員交流 讓大家多些認識國家最新的發展 和國家的香港的政策 所謂 изв視為那些選民的 Dlategoほうて 指向一些選民政策 議員會同很驚訝他們 去針對外院合作其公 Deders 報告一言 我第一句話去舉起選民政策 徝Q對不對 公 Buddha 張 variance 自這個黨員會議員會問 Area 主義而言當選人 意見共振製 Evangible 對於 Chair 何 brakeordinats 有些很明顯反對我連任的議員 都沒有當選 都落選 所以這個問題大家可以評估了 至於港獨問題 我們多次講了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份 這個是我們的憲制地位 亦都由基本法規定了 你講的問題我們交給律師處理 特首相林彈的建制的議席多於上架 會否覺得市民表達更多的負責 你都九月了 又多了 我沒有選 會否搞到有些議席都不會驚祝 我現在沒有這樣的計劃 這個問題 遲些再講 香港社會是多元的 市民投票的時候 在這麼多的議員 候選人給他選擇的情況下 他的考慮亦都是多元的 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說有相當一部份的選民 他對過去的泛民議員的表現是不滿意的 他亦都不是投票投開給建制派的議員的 因此他就投給一些非建制派的議員的 因此他投給一些非建制派的議員的 我們觀察就是這次的選舉結果 令到相當一批 而且獨當一面的 在泛民當中應該說比較偏激的候選人都落選 我覺得這個事實也說明問題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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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promoting voter registration and also asking people to come out to vote and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our democracy and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democracy in Hong Kong. We are pleased to see a number of new faces who serve as electrical member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electrical as we did in the past and I ask my senior colleagues to start engaging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articularly members who are elected for the first time.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of Hong Kong work with electrical members and vice versa. I think the people have spoken. One observation is that a primary reason for several radical members of electrical who lost their re-election campaign because the voters do not agree with their radical behaviours particularly the filibustering which really dragged Hong Kong down. So that's one observation. I'm sure there are other observations. But as I said the people have spoken. the people who have spoken. 方式方法有很多 言請是一個方法 不排除這個方法 至於不同的選舉方式產生的議員 我們都非常重視他們的作用 所以我們一定會主動跟他們溝通 希望大家探討一下對我們工作的關注點 正如我剛才所說 香港社會是多元的 剛才有些新聞界的朋友 譬如說70個議員分成建制派 非建制派 尤其是有了這次的選舉結果 我們很難用這個二分法 去分我們議員的訴求或者政治立場 尤其是一些新當選的非建制派議員 我覺得不是很公道的 所以我們做的第一個工作就是了解 他們對特區政府的工作 在未來的一年的時間 或者更長的時間 那個訴求大家多一些溝通 總之特區政府和我本人的目標是清晰的 希望能夠和新一屆的立法會 全面和充分合作 當然這個合作是要雙方面的 只是我們希望或者願望合作是不能夠成事的 亦都希望立法會議員能夠本注 為社會服務 為市民服務的心 和特區政府合作 但總之我們會首先行出第一步 下去我們會和全體的立法會議員 在多方面我們會有一個互動的關係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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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